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君子兰 我们都知道想要养好君子兰 首先就要从它的根势开始 只要根势养状养发达了 才有利于脊柱生长的好 那么在我们平时养护 相信不少花药都会使用各种各样的小方法 或者是小技巧来养护这个君子兰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来养护君子兰 就能让君子兰的根势越长越好 越长越发达 那么是什么呢 我们准备好一条香蕉 先把它掰掉 用这个香蕉皮来制作 这个香蕉皮的作用方法有三种 第一种用这个香蕉皮来直接擦拭这个叶片 这样的话就能让君子兰的叶片增光又增亮 第二种方法 我们就是用这个香蕉皮剪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这样子 之后就把它放入这个矿泉水谱里面去浸泡 一个星期左右我们就可以用来浇灌 第三种方式呢就是用这个香蕉皮把它放在口箱里面去烤好了之后呢 这个香蕉皮我们碾碎之后就把它埋到这个土壤里面 我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个香蕉皮做花肥呢 因为这个香蕉皮里面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元素 最主要的就是它含的甲元素非常高 甲呢大家都知道是可以把它的根 养壮 养发达就有利于它生长 所以香蕉皮作为花肥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么在三种方法的话 我们最好就是使用第二种还有第三种方法 经过浸泡或者是浅埋的方式 这样的话这个香蕉皮它会分解出更多的微量元素 就有利于君子郎吸收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技巧 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